叶光复如常在跑步机上锻炼 神舟十三号再轨半年 太空人终于在本周开始 为返回地球做准备 回顾他们三人 在空中令人难忘的瞬间 三人不仅完成了20多项科学实验 每次出仓的好默契 也屡屡成为亮点 是动摇 我已出仓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一会儿出仓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是动摄 我下次出仓 感觉良好 从去年10月16号升空的三人 因为这个可爱的互动 让他们有了感觉良好 沉住的小逆称 他们除了完成两次天空课堂 及京港澳天空对话活动 作为大陆首个女太空人的王亚平 当时出仓的画面 跟多日登上微博热搜 他们不仅是大陆在天空中停留最久的太空人 也是大陆第一个在太空中过新年的组员 不论是透过天空课堂中的小实验 与小朋友互动 还是元宵节给大家猜灯迷 三人在太空上的一举一动 每次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惊喜 这周期三人在太空舱里 除了要将实验设备归位 也要把生活用品全打包带回地球 因为神舟14号预计在一个多月后 就会进驻大陆航空站了 另外他们这次着陆的地点 预计和神舟12号一样 将在东风着陆场降落 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在这个地方 开始训练以确保不同天气的情况下 依旧能确保三人降落平安 记者先还有报道 今天推出的默默水呢 是解决烦恼的好帮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 因为这个有含GABA 里面有茶安酸 还有阳甘菊萃取物等等 可以让你更好睡 开启启动你入睡的关键 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这样麻烦来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点购网站来选购